香港電影《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浦》的紅Van 是導演陳果闊別多年再次推出的劇情長片 電影描述一部小巴士開進了一個未知的時空 隱喻九七之後香港茫茫未知的前途 跟日前香港發起的公民運動 對照閱讀格外有感 其中任達華的角色參考了香港現任特首梁振英 電影充滿政治語言 香港上映一週就突破四千萬台幣的票房 電影《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浦》的紅Van 一句句切中香港時局的對白 引起香港人的熱烈討論 上映一週突破四千萬台幣票房 這是曾獲得兩座金馬獎最佳導演的成果 貨別多年的最新電影 我這個程度上我說不能這樣做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電影 而且你又找來我做的話 那我就要 我最大的功能是 要把你的東西變成我的東西 對不起 改變是加強人性的恐懼 就是因為它是做一個驚悚片的 它有一些東西是突破性的 導演成果延續原著小說中的懸疑科幻感 故事描述一輛紅色的小公車 在凌晨時從香港望角開往大浦 抵達終點時車上的17位乘客 才發現與外界失聯 一夜之間香港變成無人空城 成果坦言要把到處都是人的香港 拍成無人城市有一定難度 晚上也很多人 我們晚上最好的時光是 凌晨2點到4點半左右 你拍 其實不等於沒有人 不過問題是少一些人 特效部門就做少一點的 你就省多一點錢 那拍白天的戲也只能在5點 這段時間拍到6點半 然後就上班車來車往 基本上你很難 成果1997年以電影香港製造打開知名度 與去年煙花特別多 戲陸翔等三部電影合成香港三部曲 他獲獎無數 但並未全部反映在票房上 這次再度推出影域香港政治情勢的 紅Van卻開出了好票房 成果說香港觀眾變了 以前老實說 你講政治 這個電影講政治是很negative的 就是說 因為看電影是一個娛樂的東西 為什麼要講政治 所以很多人不關心人 但這一次又反… 正好相反 觀眾又不抗拒這種東西 很奇怪 而且年輕人也喜歡看 你做電影只要你引起那個文化討論 或者一些議題 爭議性的東西 那你就成功了 你違反我 你違反命運 這次電影充滿香港的政治隱喻 環境保護 核災恐懼等議題 表達香港的社會焦慮 其中由任達華飾演的發書 輸了飛機頭 霸氣流氓的感覺 談吐則是參考了香港特首梁振英 電影二月份參加柏林影展 四月在香港上映 第三站來到台灣 同樣引人矚目 陳果說 香港跟台北這兩年很像 大家都為了社會公平正義走上街頭 希望台灣觀眾看了電影後 了解為什麼香港人要這麼做 因為我們都曾經度過美好的時光 當這個美好的時光 叫做你看著這個城市 慢慢走向一個 不是你以往那種的 心目中那種美好的時候 你會對這個城市產生 情感上的波動 所以這一點 是任何有情感的人都會觸動 電影《紅燈》會拍續集 將片中的遺傳全部解開 令人非常期待 叫做給你